陈可欣指导的电影《将圆弄》在嘎那电影节首映 映后主创接受采访 张子怡说有一段戏她记忆深刻 雷佳音饰演的上海警察局副局长薛志武 带张子怡饰演的杀布案女主角詹周氏去看王夫的人头 张子怡说她当时完全进入了角色 因此非常恐惧非常害怕 演完后身体还一直在发抖 但不知道为什么被导演剪掉了 直接硬钢陈可欣导演陈可欣立刻否认说没剪 张子怡却放了个白眼说 我从来没有过那种恐惧感 我当时也不知道 我演完之后我一直在那发抖 我很害怕 但那场戏被导演剪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没剪啊 剪掉了 没剪啊 家里你说剪了没 剪掉了 网友们看后纷纷评论道 白眼都翻得那么漂亮 一好漂亮也有底气当面说这话 真的很久没看到张子怡如此灵动的样子了 以前的他都是很沉稳端庄的 如今他突然在国际的舞台上 展现出年少时娇俏灵动的模样 真的让人梦回他二十多岁时的样子 他也把詹周氏这个人物从头到尾梳理得非常透 所以演的时候 詹周氏仿佛就在自己身体里一样 据看过电影的影评人表示 张子怡的表现非常好 从一开始的局促 惊恐 脆弱 最后变得舒展 自信 坚定 横跨半个世纪的年龄变化 也展现了他娴熟的表演技巧 我让你完成 Erdoğa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